如果删除空岛基地的宝箱会怎样,现在每个版本都会有活动基地,现在的空岛基界版本也不例外,假如现在删除它会发生什么呢? 变化一,空岛基地跳的人变少,跳空岛基地有两个非常大的好处,首先就是钢枪很多,高手可以击杀很多的人,其次就是空岛基地里有宝箱,里面有空头武器,这是非常稀有的高级物资 空头武器的厉害不用多说了吧,现在删除空岛基地的宝箱,那玩家就少了一个去空岛基地的理由,跳的人肯定变少 变化二,空头有更多人抢,这样一改,空头武器就只有在空头才刷新了,其他地方再也没有了,玩家想用空头武器只有去抢空头,变相的提高了空头武器的吸引力 变化三,希克斯飞行器会在其他地方刷新,键盘们有希克斯飞行器,但它是在空岛基地的宝箱里刷新的 现在如果删除宝箱,那这个飞行器怎么获得呢?删除肯定是不可能的,极有可能就是在空岛基地随机刷新了,找它更看运气了